屏東本土品牌福灣巧克力 連續四年奪下了世界巧克力大賽的金牌 不過沒想到遭到網友起底 许信董事長在五年前曾經騷擾女實習生 而執行長許華仁更是力挺父親 發文批評被害者 引發了網友發起抵制風潮 而多家相關的合作業者 都緊急下架商品來做切割 2017年開始福灣巧克力連續四年 獲得世界巧克力大賽亞太驅金牌 就在聲望如日中天時 趁市與多家知名品牌推出聯名商品 但也被網友揭發 許信董作性騷擾女實習生遭判刑 讓福灣面臨重大考驗 五年前福灣許信董作曾性騷擾自家農場的女實習生 二審一意圖性騷擾罪 判刑六個月得一顆罰金十八萬 全案定驗 但當時執行長許華仁力挺父親 也招批檢討被害者 引發民眾發起抵制潮 上個月二十七號福灣巧克力雖發聲明搞道歉 但沒能平息眾怒 七號下午規冠開出第一槍 宣布停止開賣只有四天的巧克力湯圓 另外Mr.Donut和乖乖也緊急在後 表示已下架聯名商品 至於今年巧克力季才跟福灣合作的 全家便利商店 以及有進相關商品的佳樂福 也同樣宣布下架 對此福灣表示尊重 也強調會承擔各廠商銷售的損失 婦女團體表示 這件事件的發酵也證明社會對憲平事件的重視 但也強調如果加害者有檢討改過 外界不必一昧打壓 但也有屏東可可小農單行 遭事件延燒衝擊屏東可可產業形象影響生計 記者李宗益 憲憲坤 屏東報導